自由大中路口正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 维力占用车道 七机车挤在一起大排长龙 形成路口平均点 市府水利局表示 由于台电管线抵触 等到管线迁移之后 工具可能还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够撤离 请用路人尽可能改道通行 临防侧 这边有一个台电的管线 那这个我们也一直积极在协调台电进速管线 那如果能顺利的话 大概一个月 我们可以把这个路口的脚尾把它撤掉 那后续再移往大中路去施工 这项工程主要是大中二路和文瓷路一带 因为地势较低 大雨来时容易积淹水 市府水利局正进行道路侧沟加宽 和自由三路口的湘涵加大工程 之后还会将文瓷路附近的路面垫高 将积水引往自由路一带排除 自由路这个路口 我们本来这个比较下游的湘涵的衔接处 是有一个航管 那那个航管的口径 经我们在评估之后水里计算 它是还不够 所以我们目前在大中跟自由路口这边 我们有要再做一个相航 把它做一个分流 由于大中二路和文瓷路一带的淹水 不但会影响行车安全 还会危及附近店家 左营区蔡公里里长 感谢中央和市府编列经费 改善里面淹水问题 也希望工程尽快完工 减少交通堵塞 也能够解决淹水问题 那所以也很感谢市府 还有我们内政部这边的相关的单位 也都得对这个积水或是淹水的问题 能积极地做改善 也投入了补助的补助款 居民也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工程能够做一个结束完成 让这个交通能够更顺畅 看似平坦的路面还是有高低的差别 低的地方就容易形成淹水的地方 但因为下水道就埋在道路下方 要改善排水系统得刮开路面 暂时造成交通不便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